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师熊王的频道 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得追踪我的HFB、Twitch、BBD 还有Discord 好 在今天忧成在你的微信官方公告的这一次 全新的英灵 白骨夫人 好 那他的失职是逗角 属性是优属性 天赋的部分呢 是 疑骨化型 主任攻击的时候呢 法攻、法术、穿透 提高8-15% 行动结束的时候可以选择释放绝学 疑骨化型 那受到非克制的攻击或反击伤害的时候呢 夺取攻击者一个友谊状态并对其施加 悠悠级的状态 这些两个回合 那悠悠级的BUFF效果是 攜带的友谊状态呢 无效 哦 诶 嗯 还不错 然后这个 蝴果化型的 的招式呢 是选择5格内的一个其他角色 根据目标的属性 变更自身属性 哦 这是可以 变换属性的一个角色 哦 这蛮特殊的哦 不便跟自身补充跟绝学的属性 哦 哦哦 他这 他自己的攻击跟绝学的属性还是维持优属性 但是自己本体变成那一个 选择那个 人的属性哦 看起来是这个意思 好 那绝学化型无常 攻击当然敌人之后1.4倍伤害对战之后呢 使目标输入了有害状态等级提升1 那目标被自身属性相克则该绝学变成书 则该绝学变为自身属性 好 那目标被自己克制的话则该绝学变成 自身的属性 嗯 好 我们先看一下疑似1.5倍对战前 是对战前都可以使他有害状态提升1几 那24的话增加被动 那目标被自身属性相克 这使用则该绝学变成书 该绝学变成书 从他的那个这一招攻击来看呢 就是你只要被 当前白骨富人属性相克的话 就可以这个技能都会打出 相对应的克制伤害 好 这是不错的哦 然后勾魂 折破 攻击当然敌人到1.7倍的伤害 对战之前呢 施加决生 直接两个回头来 夺取目标最多三个游戏状态 那夺取的数量达到上限则伤害 提高20% 那决生受治疗伤害效果 加近30% 不可被其他有方选中 那他是7DG 好 然后一次的话是对战前就施加了 施加估绝 那估绝是受治疗效果和护盾 获得加成加近40% 不可被其他有方选中 选中结束的时候 能支撑一个内部存在其他有方的自身 所有他中才持续时间 持续时间加1 那24的话是 额外施加12级的buff 持续两个回合 招式是 看起来是还不错啦 但这个实用吗 应该主要是受治疗效果跟护盾降低 降低啦 也不是不好用 就是 呃 毕竟他是7DG 7DG就是 CD时间比较 比较久一点 好 再来绝学 四魂骨牢 选择一个格子施放 对方法内说 一定到0.5倍 伤害性 施加优急的状态 这两个回合 在技能范围内的边缘控格 制造骨牢的机关 那骨牢是具限制区域 敌方角色经过的时候 一路能消耗加1 好 就限制敌方的行动 这个再随便放那个 针岩地形 蛮好用的 好 他的疑似的话 是造成0.6倍的伤害 并多斯加4-2 那24的话是 增加被动技 主动攻击后 在气血百分比最低的一个目标 向你一个控格 制造骨牢的机关 持续第一两个回合 这被动技能就有了 然后绝学幽魂疾随 单体招式造成0.5倍的伤害 并施加幽极的buff 是两个回合 那目标以期待幽极状态者 额外降低目标2.7 这个比较适合打PVP用 好 幽谷互魂 被动是互论获得加成低高20% 主动使用的时候呢 对单个友方和自身 施加幽凯状态 那目标 不会自身额外 使自身天赋 冷却时间减2 好 层面绝学的部分呢 三格内存在于自身属性相同的友方的时候呢 伤害跟法兽媒态提高5%到10% 主动攻击后 行动结束时夺取三格内 与自身相属性的敌方 一个或最高两个友谊状态 但是这个 因为他可以换属性嘛 所以这个换属丸属性应该也是可以 有算到这个技能里面的 好啦 这是蛮特殊的 老可以换属性 但是你说有到 非常经验吗 还是没有比悟空经验 好啦 那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在底下留言 跟大师一起做讨论 那 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得按下订阅按钮 还有这次 感谢各位 今天的收看 来到晚安 拜拜